師傅 是 我想今天很多打工仔都上班 我們祝大家開工大吉 恭喜開工大吉 師傅 牛年有甚麼生肖在職場上 比較當旺一些呢 職場嗎 是 即是做事、打工仔 那我先看看 1、2、3、4 四個 四個 屬老虎 是 屬馬 屬猴 屬狗 你們不用記 看我本通聖就可以了 你會看到 屬老虎 屬老虎會有天月、太陽、紅、聯、太極 這些通通都是當旺吉星 然後輪到屬馬 肉、糖、天儲、月、德 然後屬猴 屬猴 屬猴 天氣 紫微 對 紫微、農得這些大吉星 然後天氣 然後屬狗 千萬不要以為屬狗 甚麼都不好 雖然屬狗今年有些刑犯太歲 但屬狗 你看它 福德、福星、天德 這些全部都是好運的吉星 攀安 一會兒解釋給你聽 攀安 代表有機會升級 即是跨難 跨過一步 沒錯 這四個生肖 就是整體上來說 就像你剛才問我 當旺 在職場上 當旺 加分 加分給它 說完當旺 譬如有哪些生肖 我們需要是加倍努力 加倍努力的 讓你看 好 你看一下 有熟牛 熟牛 對 有熟吐 熟吐肯定 對 還有熟羊 為甚麼 熟牛的話 就是泰稅 華蓋 對 熟吐今年就糟了 沒有吉星 對 事事小心一點 熟羊 是沖泰稅的 是的 是的 好了 我就補充 熟牛的 為甚麼 即是說是它辛苦一點 其實一點都不辛苦 它自己搞到自己辛苦 因為有顆華蓋星 華蓋代表才華 但是它背後 又代表它屈屈寡歡 別人約它去街 它又不去 不知為何搞到自己 好像悶悶不樂 這樣 即是殺了整個人 不知為何 那個情緒有問題 是 令到自己 所以 我就覺得熟牛的 如果嚴格來說 是辛苦的 不過這種辛苦 不是第三方 給你壓力而辛苦 是你自己 處理自己的情緒 處理得不好 即是自呈辛苦 不要這樣 好了 熟吐 熟吐 因為沒有吉星幫助你 即是 運氣差少少 所以 都可以叫做辛苦 熟羊 熟羊 因為衝太歲 有很多好的東西 明明來了之後 都不知為何 就彈開了 是的 還有它有地解月空 地解就不怕了 即是說 地解的意思 即是說 先空後吉 始終都會化解到 師傅 我知道 你有些方法 可以幫助到這些生肖 有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就是想在這裏 和大家說 如果你們 怎樣說呢 就是說 如果你們有些師傅 跟開你們的話 我就建議 你跟回你自己的師傅 方法去做 如果沒有的話 可以聽聽我怎樣教你們 因為熟牛、熟羊、熟兔 就是比今年熟牛的太歲 那個角度、磁場影響了 唯一的方法 最簡單的 就是在自己的睡房 那個牛的方向 牛的方向很簡單 就是30度 那怎樣去找這30度呢 就是說 你站在自己的睡房的中間 打開鑼尖 或者指南針也好 或者是你手機上面的程式也好 那你先找了正北零度 跟著一路動一路動 那支針一指到30度 那那個位 就是那個牛方 那你就在那個位置 拿走關於熟牛的東西 不要讓那隻牛影響你 那就不會 就是所謂我們叫做減空 因為來來去去都是牛影響你 所以你那個方向 不要放那麼多牛的東西 牛的飾物 畫 畫 畫 當然 所以 只要用這個方法 就很簡單 已經是幫到你大半 我想 每個人的打工仔 都今天 帶了一很大風的開工禮事 來看 我們可以買一個 在這裡 小錢 沒對 小錢 你 可以 skilled